货车上一名驾驶卡在座位上 多名消防人员利用破坏器材 奋力要将驾驶救出车外 新北市万里区武圣街与湖海路口 十日晚间九点多发生一起严重车祸 只见白色轿车车头全毁 板筋凹陷严重 小货车前挡风玻璃碎裂 扭曲变形 而撞车的白车驾驶这么说 新北市一名十八岁蔡姓男子 刚考上驾照约两个月 十日上午从新北三重 开着租赁轿轿车 载着三名友人前往金山地区游玩 却在返家时疑似过弯 车速过快 闲速打滑冲到对象 撞上一名67岁蔡姓货车司机 他当时正载着妻子往万里方向 准备返家 遭撞后货车上驾驶与副驾 都被变形的车头卡住 现在好像还在医院 现在不太清楚情况是怎么样 新警方时是九侧 货车驾驶九侧直为零 而轿车上三名乘客则是受到轻伤 还能自行走路 至于罩则原因 有待进一步调查理清 现场还一度造成交通阻塞 警方赶紧派拖吊车 将辆车拖走路面进行清理 至于事故原因 则带进一步调查理清 以上是为您掌握的最新情形 我是方彦迪 主播工作让我学习 请听所有人的意见 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 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 但能从新闻里 看进每一道风景 我是方彦迪 请您锁定中心YouTube频道 记得要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